好 带你来看好可爱的大猫熊宝宝 银鸭他现在已经会走路了 保育员在国庆日的晚上就发现 银鸭已经可以用四肢 将圆滚滚的身体给撑起来了 你看他成功的走了几步路呢 97天大的银鸭在大家齐心照顾之下 体重也已经突破6公斤了 看到了吗 大猫熊宝宝银鸭已经开始会走路了 虽然只成功走了几步 还摇摇晃晃不时又趴下去的 但一样还是很努力的练习在练习 因为后腿肌肉还没发育完全 镜头前不时还出现倒退路的可爱模样 我们突然发现圆子好像突然开窍了 它其实就四肢撑起来 那真的看起来还 当然还是有点颤抖啦 不是那么的稳 可是真的很明显的走了几步路 那其实我们非常的开心 真的就像看到自己的小孩 像开始走路一样 吃好又睡好 97天大的银鸭身形也仿佛吹气球 体重突破了6公斤 那我想它就是开始出现六字头的体重了 那表示妈妈真的把它照顾得非常好 那体重开始真的长得很快 那它们发育得很好 在妈妈圆圆和保育员的骑行照顾之下 银鸭果然发育良好 头好壮壮 而由动物园发起的帮大猫熊宝宝的命名活动 将在10月15号正式结束 以目前的排名来看 还是以乳名的银鸭位居第一